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是可以给我们讲讲今天的武术 中国的武功 因为你看在中国电影上来说 武侠是这么样一个显赫的 而且我们大家充满想象和期待的一个电影的在世界上的主要种类 对吗 可是具体中国的武功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当年看你这个市区的武林 为什么我觉得看的就是非常心向往之 很神往 就觉得那是一个和我平常所见的不同的功夫世界 不同的人与人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侠电影 小说里面的那个武侠 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看什么全国武术大赛 我总觉得那种功夫大概不是像你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功夫 是两回事 就比如说咱们还就问那个最俗的问题啊 武术迷们就说你觉得今天中国技机散打各项大赛擂台上 最高水平的人 他们是不是功夫最厉害的中国人 就是现在呃 在这儿出来了 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武术的实战呢 他其实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实战的这个训练 你看就像王家卫他一下走三年 这个在以前旧武营里边是一个普遍的行为 就是说你必须去走三年 然后死了就死了 然后如果你能活过来 那那就行 那就可以立得住 而且这种人呢是 是呃是 你看所以刚才就讲 上一期就讲了 他不单包括正式的比武 像那个日本电影里边的那个道武道馆 去那个正式的比武 踢馆 他还包括那个江湖手段 你不单是武功 你连江湖手段都要应付过来 然后这样子经过一圈的人才能在北京立得住 你看像世俊武林里边说的那个尚云祥 说尚云祥这种人 他是他是在北京立了一个独猛 说立了四十年 这就是江湖皆福 可是我好奇就是 呃你觉得现在的实战方面 中国武术情况怎么样 比如说有时候我去看 因为过去是很多说法 比如说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武术在一些国际擂台上 不一定赢得过别的国家的武术是 比如说有时候是因为带拳套 有人说是这个 有人说是那个 但比如说现在这几年 有时候我看这种综合格斗技啊 他们也不太多有中国功夫的色彩在里面 拳击加摔跤嘛 对啊 或者说加上泰拳嘛 那你你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呃这个还是跟那个传统武术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呃一个就是讲了那个身上的那个劲儿的那个训练 这个训练不是说我把道理讲出来就可以了 呃等于呃我这个士气五云其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儿 就是说还是讲一些武术真正权利上的东西 然后呢模仿的人也比较多 呃但是模仿去了之后呢 你真正学不到 因为交一个权量不在于老师跟你说那个权利 而在于你练完之后 这个老师在你身上怎么按 就是老师老师给你做按摩 对啊 这样子就是把把你的肌肉啊 肌肉块啊怎么调整过来 还是需要这么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然后呢这个呃这个是武术最关键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跟着一个师傅 他而且他又是讲究一个心物的东西 就跟学古琴似的 武术就跟学古琴学书法一样 你跟一个师傅十年 可能师傅就没有跟你说过几句话 他等着一个东西一个生理的状态 在你身上慢慢长成 长成他不见得用语言 他可能给你按一下或者给你示范一下 你就可以打到 所以武术是一个呃体悟性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之所以练不出来呢 是呃 等于现在都商业化了 就是大家不按照这个教育的方式走 然后一个学生去找一个老师 然后比方交一笔钱 说你看我这个钱都够我学散打了 你得 哎就老师只能按照你的想象来教你 所以甚至于我都看了这么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呃 说中国这个武术啊是不是反映中国人就是虚 这中国人呢到底有没有真东西还是能忽悠 甚至就有人说 说中国武术的这个舞蹈化 变成跳舞的舞了 说这个舞蹈化 说甚至不是建国后开始的 说甚至不是说建国后咱们发展体育 说是呃 很早以前你这个武术就变成了一种套路 变成一种套路之后呢 呃 不中计计 而且就像你说的 很多时候变成了老江湖之间这个盘道啊 啊 就不像这个拳击啊摔跤啊 这么实打实 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武术是到最后啊 慢慢失去了 实战的这个这个技术 对 所以他这个源头呢 确实不是 他确实是49年之前呢 就有这个源头 我们看那个民国的时候 开始有国术馆了 那那些顶级大师拍的照片 一看身边都是一帮小孩 他要半班收钱 所以呢 你也觉得这些大师很悲哀 就那些小孩 你十五六岁 你教他什么 你只能是教点套路 感觉还可以 尚云祥当时在北京教权 也是大权那个大学聘 尚云祥就 因为别的老师都教套路 尚云祥教站庄 然后站了一个多页 所有学生都崩溃了 然后尚云祥是北京那个顶级的武士 结果就是因为教不了这个大学生 教不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学校就竟然把他开除了 所以这跟 这跟 就是传统跟那个西方的那个学校制度 它是两码事 就比如说 我老问这俗的问题 照你说即便是像当年尚云祥他们 这种练行义拳会练中国功夫 练到家了的这种高手 他要是对打今天拳击的高手 或者泰国拳的高手 有高下吗 这肯定是有高下的 我们的高 对 非常相信 这个是咱们可以拿一个事情作为例子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 因为当时 你就是说到拼刺刀一项 因为拼刺刀在民国的时候是很厉害的 日本人靠着这个刺刀术 感觉是胜过俄国兵了 日俄战争的时候 然后这个 当时基本上是英式和日式的拼刺刀的那个方法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李存毅就是一看就是你的刺刀方法 觉得你们这个思维局限在这个步枪的长度上 力点不对 我给你调一下力点 就是中国人这个枪是更能发力的 所以后来中国北方部队的那个刺杀手册 就是使刺刀的方法 中国人是用中国人自己武术的方法去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利弊 这个着力点的位置 单刀李存毅 可是这个也有很多人说 就刚才文涛也讲说套路这个问题 你觉得套路你怎么看 比如说很多人说泰拳 为什么实战上那么强悍 所以他们基本上从小就实战到大 就很多人打的中途就伤的伤死的死 但是我们就用很多套路 你觉得套路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还是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就是它真正的套路都是跳跃的东西是非常短的 套路的所有的套路都是很短 就是传统武术的套路非常短 然后你打可能半分钟不到 然后但是你可以把它练得非常长 就是一个半分钟不到的套路 我拿40分钟去练 然后它是练套路的本意是起到一个什么 它其实是所有的套路都是为了练周身的脊椎 它其实是为了练脊椎 就是当你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 中国也有像西方拳击那种负重的这种训练 但是发现这种东西会把人练得很糙 或者说是一些撑拉的训练 把那个筋可以撑拉得很长 但是它达不到那个武术的要求 为什么说武术的劲儿巧妙呢 它关键是落实在实处 就是你的筋很厚 而且很灵敏 然后它发现就光靠这个负重训练 它达不到这个精细的效果 还有养筋的效果 就是中国的那为什么不叫力 叫劲儿 劲儿就是筋 所以它是武术都是为了练这个筋 所以这时候我要练一些空操的方法 来培养这个筋 这个是套路的本意 但后来有了学校制度之后 为了钱 为了学校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呢 这个大学企业化是 这个就是拥有 万物之缘 万物之缘 签签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 解密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我为什么对这个舞这么感兴趣 是因为我太缺乏了 但是我觉得不尽如是 我有个毛病 可能你想不到 我看到任何人与人的格斗 我都聚精会神的看 甚至包括电视 拳击什么的 或者摔跤 或者现在举办那种特可笑 计击什么大赛 或者什么 我都看 因为我也老是像一个中国练舞的人一样 我总觉得这个里边能对我有些什么 启发 启发 你比方说他刚才他在这个书里也都讲到 就说练这个行义权 练到最后是练心 甚至我们说这个人练书法 练绘画 能变化气质 他说这个武功 中国的这个武道 这个心法练好了 这个人有魅力 人的气质可能就不同 甚至是待人接物 这个各方面是个 甚至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 好像咱们这个两个人对谈 也像两个人交手一样 但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八卦掌 你就有启发 原来不是总要面对面 实际上你一拐 你可以拐到他的侧面 就你转个角度 这对我们很多方面 但你说这个 就我觉得很武侠小说 因为中国人看武侠小说 看多了就很容易就会 你刚刚讲到气质问题 就会出现 比如说小说里面的 你学九阴白骨爪的人 他气质就变得很硬 就像没超空 对吧 那学什么的人 那他在降龙十八掌 他气质就怎么样 但是这是真的吗 真的会这样吗 是真的吗 就是他是属于修养的一部分 就是说 你就像写书法写多了之后 谈古琴多了之后 这个人气质一定会改变 武术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艺术 就是都对人的生理 是发生刺激作用的 就是你说这个 弹个古琴都是这样 更何况是直接生理作用的武术 然后另外一个来源 就是对霞的理解 因为我觉得霞 不单是一个 像雷锋那样做好事 除暴安的样 那样子霞 还是太单薄 我们为什么对霞 他有一个向往 就是觉得他有一个 有一个神秘色彩 然后因为我 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我这么多年 就是觉得呢 就是说霞其实呢 他是属于 就是 就是 就是属于失败的旧贵族 流落到民间 然后这样的 他才有能力呢 改变地方的一个政治格局 你看比方说像刘邦的 那个岳父 吕富 来了之后说获罪之人 然后但是当地所有的官员 都要 都要去 都要去 去请他 去奉迎他 这种人到底是什么 这个史记里边也 也没有说清楚 游侠列转 其实像郭姐他们那种的 他基本上给人感觉地方豪强 地方豪强 就是慷慨的要命人 是那种 对对 就是这个他 他跟这个侠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像中国 就是华夏文明的开始 就是周朝把商音灭掉 然后周朝呢 是一个地方的文明稍弱的一个效果 然后把中央的 就是低等文明 把高等文明灭掉之后 然后呢 给这个高等文明有一个余地 说啊 国独你不要呆了 你们去迁走 另见 另见送国 对 所以呢 就是给失败者 与余地 这个是华夏文明的开始 所以呢 就表现出啊 这个宋湘公嘛 就毛主席就骂他傻 傻蛋一个 就算宋湘公 实际上就是救贵族 救贵族就是说啊 跟对方打仗啊 说这个 他们正在渡河 咱们赶快攻击 宋湘公说那不行 人家正在渡河 怎么能趁人之威呢 要等人家渡过河来 摆好了阵势 敲了鼓 咱再打 结果一打 宋湘公打败了 对 这就是宋湘公 就是他们说 其实他是救贵族 就是殷商的那个地方 下来的风范 所以我觉得很多虚的地方啊 他又跟文化和美感 有关系 比方说啊 这个我最近看这个一个片子 就日本的那个和气道 我有一个物 有一个领悟啊 就是过去中国的老在说 最后就是指歌 就打是最后为了不打 是吧 这我不懂啊 但是日本这个 我有点闹明白了 我说为什么这个和气道的创始人 他老说最后是爱与和平呢 他说这个东西 就爱与和平啊 咱们看着他呢 你看那个和气道 那个链的哈 就是特别流畅 徒弟过来 这师傅走 到后来我说 这玩意是徒弟摔的好吧 那玩意难道真打 是那样吗 这是 就是这就慌一下 慌一下全倒了 可后来我慢慢明白啊 他是日本人啊 他认为这个和气道 是个什么东西啊 跟日本武侠电影都有关系 就说他觉得一次这个行为 甚至不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人 我们就是你过来 我过去整个这个气的循环流转 也许你倒了 也许我把你弄倒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整个这个行为啊 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个行为当中的一个环节 就甚至就说 咱们所谓的就说没有我 我们两个是你死了还是我活了 目的是为了完成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连接的行为 你讲这个很玄 我讲那个比较粗糙实际的一个说法 在我看来和气道其实是一种关节剂 它其实是一种 它不是什么爱与和平 它当然讲爱与和平 因为它比较不下杀手 在日本武术之中 它不像你用刀空手道 它是下杀手的这些 日本武术和气道是这些武术里面 一种比较防御性的 它很少那种主动进攻的那种招数 你们注意 而且它不杀人的 基本上它的招数是以遏制你的进攻 破坏你的攻击力为目标吗 所以这就是徐师讲 这就是中国文化好玩的地方 一方面呢 它有高的玄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有很实在的 你看比方说像这个武术的五字 你也可以说它是指歌 但是如果你往实处讲呢 这个指呢不是制指的指 是脚指的指 就是说你只有用这个脚指登力 才用得起长平气 你看像行习拳的全谱上 你看它第一句全谱就是 就是那个消息全屏厚足灯 这个才是五 这一听就听出内行和外行的区别 你那个是静姐 不是啊 他也拍这个武侠电影 对 倭寇的踪迹 我刚才还要了一个 我就觉得他也有一个观点 是挺有意思 就比如说日本的武侠电影里 你看我们的武侠电影里 是一种道德上 坏人最后就被打死了 对吧 但是你看日本的最后 死的那个人 好像也不见得是坏人 往往是同道 是同道 所以甚至是惺惺相惜 就是我们你看它是樱花一样的飘落的生命 就那样 好像也是一种很美化的一种死亡和牺牲 对 有点 所以后来古龙的武侠小说 不就受日本的节点影响很深 所以才会出现西门吹雪夜孤沉 那其实就很日本了 就是用同道 惺惺相惜 彼此都是顶峰高手 是这种状况 所以这就会出现我这种外行的理解 就是我认为他这个美感 甚至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搏杀呀 是道 甚至在这个道面前 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胜负生死 都是小事 就像他们当年说下围棋 老说那武功正数 是求道派 就是说胜负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咱这番棋呀 有没有下好 下的美不美 所以他最后就老不赢 恰恰三言行广告 最后见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的空气能热水机 列入国家节能汇民工程 空气能选美的 沉浸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温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渡浆区 好 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啊 你看 你你过去所描写比较多的 是北方武馆里的很多东西啊 这次这个跟这个王导合作 拍叶问 这是南方系统 一代宗师 你觉得 你觉得南北派 你怎么看 呃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北权南传 就是大批的那个 就是武术里边最大的事件 就是北方的权势到南方去了 然后他跟南方的权势 有一个呃 就是有一个碰撞跟交融嘛 这是当时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事 呃 而且呢 就是呃 日本有武士道 就是中国的武士道呢 也是在那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呃 你看 日本的武士道 就是中国的武人人物 普遍认为这个词是一个错误的词汇 因为按照中国来说 是 是就是文武双全 啊 武的文武双全 你文理不通啊 所以呢 他说 日本武士是一个错误的词汇 而且呢 就是你们不是武士 你们本质是官僚嘛 啊 所以那个时候 当时在天津呢 像是 中国开始建立那个中国武士会 啊 他那个概念跟日本武士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底层的武人 啊 然后跟那个 士的道德 他有一个嫁接 啊 这样的是中国的武士 那么你像这个永春 你觉得 他纯粹是外加 不不不 永春有那家的东西 因为我 我一开始看永春呢 就是 呃 看我觉得 哦 这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 图手记吧 啊 我以前对永春的理解呢 觉得 你看就像 精神搏斗 啊 精神搏斗啊 然后而且觉得外国人为什么那么会喜欢 因为看外国的拳击 顶级拳王抱在一起之后 他都没有办法 但是永春在这时候 有他的办法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创的 但是后来呢 看到了一个 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永春的外国人的永春的高手 我一看他练的那个方法 呃 就是他不是单练一只手 就是完全是练脊椎 整个那个打这个小念头什么的 就完全是内加拳的标准嘛 就是说深如深如反攻 嗯 深如反 反攻嘛 反攻 对对对 而且另外那个永春拳一开始 他一字牵羊马 一字牵羊马呢 是八卦掌的基本功 呃 这个叫加码桌 只不过呢 大部分看看的八卦掌都是游走的 游走的 但是师傅开始教你实战的 八卦掌教你实战 就是站这个桌 嗯 所以后来他会 你看包括李小龙 他会出来那种寸 寸拳的 寸劲 寸劲嘛 嗯 哎 李小龙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 武术 武术史上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觉得他是我我我我是外号人 我不能够瞎说 但我觉得他是个中世纪的人物吧 您觉得是吗 对因为他突破了很多 对啊 他观念 通过了很多观念 是跟禅宗有一定关系 是吗 就因为你看他自己写的书里啊 有很多 但是啊 他对禅宗的理解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 他自己的连接 对对 比方说呢 他就是说啊 当下即逝 或者说李小龙就主张 我们不讲究任何讲究 是吧 如果你的脚就在我嘴边 我张开牙就咬啊 所以他有时候在电影里都塑造 就是说 敌人的脚到了嘴边 他就咬 他什么都能中 最短距离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能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 他就所以现在好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 对 因为他可以融合各种的 各国的各种 拜拜